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说到娱乐圈最适合肖战的荧幕搭档 大家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李庆这个高人气小花 毕竟 两人在斗破苍穹 庆余年 狼殿下 梦中的那片海等热门剧集中 都呈现了不俗的演技 但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是梦中的那片海这部作品 在剧中 肖战和李庆首次以男女主身份 完全诠释出了肖春生 童小梅这两个角色的美好和善良 再加上两人颜值洋艳 对戏自然 更是给无数观众带来了愉悦的CP体验 只可惜 两人在古装剧领域 迟迟没有迎来高效的合作 虽然两人在狼殿下中饰演过情侣 但由于肖战只是男儿 导致他和李庆的同框戏份比较单薄 因此 很多剧迷都希望肖战和李庆能够有机会 以全新的男女主姿态 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表演 今年 终于等来了肖战和李庆要合作古装剧的好消息 目前 已经有一部名为梅花影的古装武侠证据 开始接触肖战和李庆 在梅花影这部作品中 男女主因立场不同 造成了相爱相杀 其逢对手的局面 但后期也会为了加国大义 选择并肩作战 只可惜女主身上担子太重 最终还是狠心斩断了自己的情思 肖战 李庆迎来武侠剧 迪肖文 孟子一惊喜加盟 梅花影启动 梅花影改编自小说观山南北 主要讲述的是女主在强撑南宋江山的过程中 与男主斗智斗勇 相爱相杀的武侠故事 在剧情设置方面 该剧集齐了朝堂纷争 男扮女装 家国大义 强取豪夺 破案寻宝等元素 很符合当下观众对于武侠剧的审美需求 如此有趣且强大的剧情设置 肯定会令无数观众眼前一亮 从角色人设来看 梅花影这部作品更是极具爆款前职 在梅花影这部作品中 男女主可以算是拥有多重身份的双强人设 女主是雷厉风行 英姿飒爽的中原女侠 也是一个女扮男装 心怀天下的名将之后 本身李庆自身气质就非常清冷高贵 很适合女侠类型的角色 再加上她古装经验多变 打戏干净利乐 台词松弛有度 肯定会赋予新剧角色有趣的灵魂 而男主既是一个命运多舛 风披护黑的北燕世子 也是一个意气风发 心机深沉的琳琅山庄少东架 与此同时 男主还是一个不懂情爱 只会抢取豪夺的痴情少年形象 对于肖战的颜值和演技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羡 到庆于年中的阎兵云 在盗玉谷窑中的石影 肖战的古装魅力都无可挑剔 这次肖战首次挑战风披护黑 隐忍深情 忍辱负重的世子形象 肯定会为梅花影这部作品提供 源源不断的话题和看点 此外 在演员阵容选择上 梅花影剧方还邀请到了迪肖文 孟子义 武刚 王启年这四位剧抛脸演员 相信有他们的加盟 梅花影这部作品会更有故事质感和武侠氛围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